此前,据媒体报道,美军再次对中国提出一个无理要求,要求让美军的黄蜂号这一巨舰在相往平靠并且展开补给,而中国这次的恢复很令人提气,顿然拒绝了美军的要求。 对此,有中国专家表示,由于中美之间的关系已经相对恶化,在两国关系重新恢复以前,美国军舰想要中国获得补给这种事情,以后都不会有可以商量的余地了。 而美军想要补给的准航母,其实就是黄蜂级两栖攻击舰,这型战舰是美军目前最先进的两栖攻击舰,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立项。 当时美军是准备带去调流黄岛级两栖攻击舰,打造一型全新的战舰,九十年代黄蜂级正式在美海军中服役。 从设计上来看,黄蜂级不同于一般的两栖战舰,它采用了平直的甲板,而且这是只有航母才搞的全通甲板。 舰岛设计的非常的长且非常紧凑,舰体全长有253米,满载时的多位超过四万一千吨,之所以会这样打造两栖舰,也是为了美国海军在未来顺利改装城中型航母而设计的。 动力上,黄蜂级使用的是蒸汽轮机和电力推进的发动机,摩石为双轴推进,每搜舰有四台发动机,最大功率可以超过八万马力。 全速行驶时可以达到二十四节的速度,航程超过一万海里。 如果未来要升级成为航母,黄蜂级的动力系统还要进行升级高,因为二十四节的速度面对固定翼战斗机的起降还是有点不够的。 因为是全通甲板,所以黄蜂级可以携带大量的战机,最多可以带二十二架直升机,加上六架海耀式战机。 这种战机可以保证增入部队的空中支援任务,直升机可以接同驱逐舰进行反潜作业,而且黄蜂级在外来的战机配备当中。 只要有需求,F-35战斗机可直接上舰作战,到那个时候美军就马上拥有八艘携带隐身战机的中型航母了。 从美军的角度来说,此次想在中国进行补给,而且还想强行访问中国,实际上也显示出美军霸权主义依然浓厚。 尤其是这种攻击型战舰,更是有要无量为第一面。 对于这种情况,中国选择拒绝美军不及,可以说是合情合理,也是让美军知道中国已经不是令人欺负的国家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